我們要延伸到 如果我今天要把這個Java的程式把它轉變成App 這樣Enjoy裡面可以跑的話 那怎麼做呢? 當然在Enjoy裡面 必須第一個 各位要先確定一下你的環境 有沒有Enjoy 現在有沒有Enjoy 現在沒有Enjoy 有沒有可以看一下 在視窗裡面的喜好設定 裡面少了一個Enjoy 那如果說你要把Enjoy掛上去的話 必須要安裝兩個東西 兩個東西 這兩個東西的話 我們在第一次上課稍微跟各位講一下 必須要把它掛上去 那怎麼樣掛上去呢? 首先的話你先check一下 你有沒有download這兩個東西 第一個是什麼呢? 第一個是 我應該是放在這裡面的樣子 開發環境 我在第一次上課有特別強調 這個是JDK 那這個是Eclipse 這都不用 這兩個不用 那剩下哪兩個? 這一個 ADT 對不對? 這個是Enjoy的SDK 有兩個 所以這個 其實這個 這有四個東西 四個東西 那接下來的話要把這個掛上去 那ADT實際上就是一個Enjoy的一個外掛 掛在Eclipse裡面 才可以使用這個Enjoy 那所以這邊的話呢 我們來看一下 怎麼把ADT掛上去呢? 第一個請你在說明裡面 找到Install New Software 找到Install New Software 這個 第一個 把它點下去 點下去之後的話呢 它會問你說 Work with 你要 這邊有一個Work with的旁邊有個新增對不對? 請你把它點一下新增 ADT 那位置的話呢 你看一般書裡面是 教大家是打一串網址 然後再按確定 可是那動作非常的 非常的笨 為什麼? 按下去你光等 你就等了大概 如果有做過的人都知道了 應該至少要等個半個小時到一個小時 看你家的頻寬快或慢 不過通常都很慢 那比較聰明的辦法是怎樣? 瀏覽按這個 這個書上沒有講